大家好,我就跟大家说了,共产党的官方主动释放出来的任何消息,你连标点号都不要信,你一信你就傻了 在中国这是一种生活的智慧,也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在中国你最大的想割你的韭菜,最大的想收割你的性命的力量,不是什么企业家,不是什么有钱人 最大的,最邪恶的,随时要你的狗命的,就是共产党,就是中共 所以你相信他的话,你就疏惨了,一直以来我都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我们天天在那里要造谣传谣呢,真的是希望大家都长点记性 有本事的人,有梦想的人,就赶紧逃出来 我说过无数次,在中国一个人他为什么没有离开中国 他不是因为没钱,是不是,他也不是因为没有地位 而是因为他没有梦想,这个梦想是什么呢 就是对自由的渴望,你说现在土工中国啊 这两天要搞什么网络这个认证和网络网号,网上网证 这个东西你也能忍啊,我说我无数次啊 我为什么后来就是坚定不移的离开中国,老子再也不回去了 其实我在中国的话,只要我不反共产党 只要我躲起来躺平,我的日子过的不差的 我那个时候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手上好多好多钱呢 是不是,我就哪怕不在北京呢 是不是,我甚至我都不跟我媳妇结婚 我就一个人过,那过的好着呢 我跑到云南什么什么,一个小地方买一个小房子,几十万块钱 我手上好多好多钱 真的,就吃点利息,我这辈子就够了 但是有些东西他不能忍 首先是你上网太麻烦 感觉到每一天都有一个无所不在的老大哥在盯着你 在控制你 但是每一天都想把电脑给砸了 第二个呢就是空气太差 真是,每一天咳嗽 有一年我开车突然发现我的鼻子特别的难受 然后我就把车赶紧就停到这个路边 完了以后突然整个人就失去知觉了,知道吧 然后我就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 从我那个鼻孔里面 就就就就就崩出这么大一坨脏东西 什么东西 像一像一堆这个年久失修的垃圾 像一团灰尘裹起来的,知道吧 从我的那个那个那个鼻子里面滚出来 我拖在我的手心里面好大一团 吓死个人了 是不是 就是在北京吸灰尘 吸那些个 吸微的那些个渣子 吸到鼻子里面 我的鼻子大嘛 是不是 昨天有人说苏小和肯定是一个牙签功夫很厉害的人 男人看鼻子 你看他鼻子多大呀 是不是 以前也有人也有人这么说 说男人看鼻子 说怪不得苏小和肯从年轻的时候去讨姑娘喜欢 讨女人喜欢 因为那玩意大 瞎他们扯 我也是一牙签好吗 中国人能到哪去啊 是不是 我的视频就这么不上档次啊 大家就笑一笑就过去了啊 真的 所以我就这么两个原因我离开中国的 一个是伤网太不方便 一个是这个什么空气太差 后来我问了一下 我们在教会的一个老医生 牛牛牛牛弟兄 他就说上帝在保护你 是不是 你这种情况 你如果跑到医院 你去做一个什么的 做一个CT照片 医生二话不说 癌症 是不是 真的 真的是 然后就给你打什么 搞什么放疗 搞什么话疗 然后三个月以后你就死了 我强烈的呼吁大家啊 没基本事不要去医院 你很多个病都是可以自愈的 你最后有些人之所以死 就是被医生搞死的 我在北京认识一熟人 是不是 年轻的 很年轻的一个玩音乐的人 30多岁就死了 为什么呢 他说他的身上脚 脚上面有一物子 挺大的 是不是 然后他总觉得这个物子 有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 他不知道上哪儿去听 他就跑到医院去查 然后医院宣布 他这个物子已经恶化了 说每天你有点痒 然后就住院 三个月以后就死了 后来我查了一些个 国外的一些个资料 是不是 查一些英文资料 其实这种东西 你根本也不用管他 是不是 你管他干嘛呀 是不是 身体你的绝大 多数疾病都是自愈的 你跑到医院里去 医院宣布你是癌症转移 然后跟你搞放疗 跟化疗 最多三个月 就把你搞死了 所以共产党 中国的任何信息 你都不要信 我说这些话不是扯闲片 我是吐血提醒大家 你如果人离不开中国 一个是你缺乏对自由的渴望 一个人对自由没有渴望的话 你他妈的就是一头猪 就是一个女 是不是 一头猪你就会被别人吃 一头女呢 你就被别人使唤 就这么简单 中国人都这样 扯扁了 其实不远 就是你不要相信共产党的话 今天是2024年 8月1号 8月1号大家都知道 是共产党建议军节 我一大早起来 我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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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刷我的这个朋友圈 操看见一个二十多岁跟我玩的挺好的 一个写诗的哥们 就是禁军节 像我遇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禁你 我操你个大爷 我手起刀落 我就把这个删除了 真的是 真是从二十出头 就现在都五六十岁的人 都是真是一辈子的 他有时候没什么时候 他温和我 小河兄还好吧 想念你啊 什么时候我们就坐下来 把酒言欢啊 重续往日的时光啊 我续你个妈 你是个纯种傻缺 我把他骂了一通 真的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 才华横移 指点江山 梦想翻飞 但是到五十多岁的时候 奔六十的时候 变成一个纯种傻逼 所以我实在是没忍住 其实他在我的朋友圈里面 我没点名 我把他骂了一通 我讲三个原因 第一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三个原因第一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完成人生的第一场行为 人生的第一场行为 是离开你的父母 离开你的家乡 是吧 离开你的地理 离开你的宗族 一定要离开 离开再离开 要生活在别处 这是人生的行为学的第一 第一个层面 所以全世界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大家都懂是不是 就是18岁以后 你是个独立的人 18岁以后 我父母就不养你了 为什么呀 连动物都懂这个道理 一个母老虎 养了一个小老虎 剩了一个小老虎 等他长大了 自己会奔跑了 老虎就不管了 是不是 让他自己一个人去草原上去猛 找东西去吃 动物都懂得到你 有些人就是不懂 一辈子生活在父母的这个光环之下 生活在自己的那个屌丝的那个小村庄 小城市 哎呦我操 真是的 你不变成个傻 你才怪了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长期一辈子吃狗粮 离开了狗粮 你就活不下去 讨不到粮食 是不是 无法在市场上靠自己的能力 靠自己的才华养活自己 是吧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250 到了美国 他仍然是个宠货 为什么呀 他老吃福利 他养不活自己 他只能是出卖灵魂 第三就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能力不够 土工中国 他也就是这样子的 很多人一辈子一事无成 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跟你讲啊 你听我的节目 你会长知识的 我真不是吹牛逼 虽然我是造谣传谣 但是说了半天 今天造谣传谣还没上场 节目都快晚了 是不是 就想说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区 八一线云节 这么大的节日 习近平同志 习近平领袖 习近平包子 97年的建军节 他奶奶个妥 居然没有出来 是不是 本报记者 报道 是不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防部 是不是 热烈祝贺 中国人民解放军 97周年建军 是不是 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联合参谋部的部长 刘正丽 中央军委委员 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 苗华 中央军委委员军事纪律检查委员会 张生民国防部长董军出席 并致辞 那我请问习主席干嘛去了 这么大的事情 你是中央军委主席 那么请问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有霞干嘛去了 那么请问中央军委的另一个副主席何东阳干嘛去了 这么大的事情 有人查了一下 随时就检索了一下资料 很容易的事情 是不是 就是每年的八一节江泽民从来没有缺席过作为军委主席 江泽民后来退休了 他还在当军委主席 他都不缺席 是不是因为他是军委主席 后来军委主席也退了 军委主席都交给这个什么了 交给这个胡锦涛了 但是他在军事博物馆中央军委还是有办公室 所以每年的八一节他都出席 有的时候他一个小消息 老同志江泽民老主席江泽民今天过来看完我们了 他又搞这么一个消息 表明老江还是在军委有巨大的权力 因为八一节这么大的活动 你不出席只有证明一个事情 你细胞子没权了 两个军委副主席都没出席 说明老子们都没出席军队里面产生的巨大的分歧 是不是军委主席两个军委副主席之间三个人在格斗 所以他非常的简单啊 这还需要动脑筋嘛 说这个胡锦涛也是 虽然是一个儿皇帝 虽然这个只当了八年的军委主席 但是每一次建军节他都出来的 绝对都出来 每次在这一天都要么就是去看完一下 要么就受一个上将啊 是不是要么就搞一个演习啊什么的 都搞这个事情的 还有人就检索出毛泽东 哪怕晚年是病如膏肓啊 八一节的时候他都做出重要指示 都有新闻报道的 就只有习近平今年 建军节居然没有出席几个意思 请问几个意思 你还相信共产党的报道吗 你还相信这个共产党的习包子和军委的人没出事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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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